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很多的人都想说干脆用高蛋白质减肥 其实这样是负胖率最快的减肥方法 而且碳水化合物呢 其实是我们人体的热量的最主要的来源 所以呢如果少了这些热量呢 你自然就会想要再多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 就造成负胖的几率 还是要建议大家吃比较优质的碳水化合物 例如说糙米啦或是五穀米啊黑芽这些 那你可以搭配你的蔬果一起来食用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吃这些淀粉呢只要你不过量 还是可以吃出健康跟美丽的 再来一个迷思呢就是睡得少就会变瘦 通常呢如果你的睡眠不足 会导致你的胶感跟腹胶感神经次序大乱 你的身体时钟就会乱掉 那你就会有吃宵夜啦或是运动不足等等的 造成负胖的因素 所以其实睡眠充足然后适当的运动 才是减重然后保持美丽健康的秘诀 再来一个迷思呢就是有些人说抽烟就能变瘦 其实抽烟是非常不健康的哦 烟里面的化学成分只是暂时的降低你的食欲 戒烟腹胖呢它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因为你的味蕾改变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自己会非常的想吃东西哦 那如果现在你正处于你的戒烟腹胖期的话呢 其实陆老师要多鼓励你只要多注意饮食多运动就可以有效的控制你的体重 再来最后一个迷思呢就是大家以为瘦子都吃的很少 而且甚至不吃东西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呢当我们的人体需要食物的时候你不攻击它 我们的人体呢它就会造成一种非常精密的机制 就是让你的新陈代谢变得很缓慢 反而肥胖的几率是会更高的哦 那陆老师要建议大家呢 当你在进食的时候呢 其实是要细嚼慢咽哦 因为你知道当我们的食物到达我们的胃部呢 我们的大脑要差不多15分钟 它才会有感觉饱足感 如果吃很快的时候呢 你就会不自觉摄取过多的热量 还要提醒大家呢 高油脂的食物呢容易引起暴饮暴食 所以千万不要过量哦 所有的瘦子呢不是都吃的少 而是适量均衡 陆老师最后要提醒大家 减肥的方法千百种 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才是最正确的紧重方法